新山中华总商会 新山中总成立于1945年 是领导新山工商企业的最高机构 秉持发扬团结互助的商道理念与团队精神 见证罗佛州和新山的经济起步 发展并参与经济转型建设过程 新山位居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 有大马南方门户之称 自2006年中央政府与罗佛州南部区域 推行马来西亚伊斯干达大型经济发展计划之后 本会就会积极投入参与 协助政府招商引资 伊斯干达面积约2217平方公里 比邻国新加坡大两倍半 策略性地点距离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近24公里 距离亚洲的主要大城市 仅6到8小时飞行航程 经公路到吉隆坡仅3个小时的车程 到新加坡张仪国际机场 仅45分钟的车程 伊斯干达与新加坡 被形容为有如深圳与香港般的经济特区 伊斯干达发展计划区分为五大旗舰区 旗舰区及物流、教育、观光医疗、娱乐休闲 金融与生计产与生产业等于一身 其中的教育城 至今全球已有九所大学和学校 在此设立分校 亚洲第一座Legoland Hello Kitty主题乐园 和宋物伊斯干达马来西亚影城 也设立于此 另外还有古来Johor Premium Outlet 室内生物科技园 数码电子城和古畔度假村等 马来西亚伊斯干达将发展成为 拥有世界第一流设备的主要区域商业中心 新山中种制建会以来 在社会经济课题上 经常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例如向政府提议建设深水码头 国际飞机场 扩建新柔海峡关卡检查站 以及创设第二家园计划等等 其中位于柔佛州巴西古当的第一港口Johor Port 如今已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港口 和世界最大的中油金珠口港 巴西古当工业园 也是世界最大的中油体炼中心 市乃国际飞机场 也带动了新山的旅游和贸易商机 另外第二港口PTP 除以我国将近三分之一的 总货柜吞吐量 成为全马最繁忙的港口 这些重要建设 让新山成为国际大都市指日可待 随着新山的快速发展 本会深知必须加强我国 与国外商团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因此我们也经常组织各种工商考察团 到海外各国进行考察访问 1974年 马中正式建立邦交 马来西亚成为本区域 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本会随即带领会员商家 他除神州大地 对广州、南京、上海和北京等地方 进行友好访问 除了中国之外 越南、柬埔寨、印尼、缅甸和新加坡等国家 也是我们主要的考察对象 同时我们也曾接待来自各国的工商主资 在和中海外工商团体多年来交流当中 彼此皆获益匪浅 除了工商活动之外 本会对新山的教育也不易于力做出贡献 我们一项热心参与宽柔中学和南方学院发展计划 近年与南方大学学院进行各项建交合作方案 并参与马来西亚工艺大学 UTM创新与商业化中心的产品与技术研发推广工作 本会对国内外贸易咨询及传递最新商业讯息 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的官方网页和会讯、商语 为商家和民众提供丰富商业资讯 本会被授权代理贸工部几项服务 如为会员签发APEC商务旅行卡 付沙迪阿拉伯商务签证的支持信 以及原产地证明书 近期为了配合亚西安成员国 无粹边界于2015年全面落实 本会主办了首届亚西安国际博览会 JB ASEAN EXPO 共吸引于250个海内外商家参展 海外展商来自东门十国 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 赞助多达200种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经历70年岁月洗礼 由战后百业带新 发展到今日的规模 本会拥有于签名会员 和40个商团会员 常年举办各类活动 促进会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 为会员提供各类交流平台 分享丰富资源和商机 以及建立具影响力的世界华商网络 进而提携会员企业走上国际舞台 并大放异产 未来对内 我们将继续壮大组织阵容 不断提升对会员的服务 为外则将继续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商业交流平台 加强本土和海外企业之间的交流 促进全国工商业及经济繁荣 新山中华总商会 今世纪明七十灾 商通天下迎百年